半年有了,半年夫妻 8月06 电视剧《剧伟大让》开播了 已经很久没有在荧幕上看到胡哥的影子了 一出场这个气质还是不改当年啊 这次他饰演的是一个光明县的县长 梅小哥 一上任呢就问题不断 面对自驾房拆迁问题 很多居民不满意拆迁价格 选择做钉子户 这样抢前半的人也是绿绿头疼 老秋甚至是还假装喝农药 引来书记旅清商等人 梅小哥因为之前处理过类似的情况 就上前一同去打探 了解到了居民们内心的想法 知道他们在抵触什么 就开会提议 具体问题 具体分机 挨家挨户去做工作 回到住宿后的梅小哥 顺势彤彤啊 这新光善润就麻烦是一大堆 想要找人诉说心里的苦闷 就给老婆乔麦发信息 乔麦她除了是一名女市长 还是一位志愿干部 夫妻肩上都当着重任 乔麦来不及搭理她 只顾着安抚好身边的居民 他们是一对有理想 有抱负的青年夫妻 平时忙于工作 聚少离多 结婚八个月了 几乎很少在一起 乔麦忙完后 也决定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 去刮明线看看梅小哥 没想到两人一见面还挺甜的 真不愧是小别胜新婚啊 这可是万千胡哥三大了 希望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你们追剧了吗 良心好作品赶紧看起来吧 好了 本期我们姐姐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一条子更多的 别忘了关注我哟 更多精彩等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